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我是帥仔達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美麗街 哇,美麗 哇,Promosa 我們看看位置在哪裡 這邊是水冷美 很熟悉,再右手邊 插了這個地盤,大家知不知道以前是甚麼地方 公教中心 公教中心以前用來做甚麼? 買聖經 以前我們知道這裡整個東西在這裡很久了 我記得我第一本聖經是在公教中心買的 你買一本聖經做甚麼? 上課 我們要學聖經 你開玩笑 問一下 難道聖經是從天而降的? 不過右手邊這間店 我未見過這麼久,七世到現在未見過 我也是 但我記得很多年前 某個年份的時候 好像賽車的時候,曾經展示的賽車在這裡 擺在裡面還是擺在門口? 好像是車行來的 聽老人家說,應該是差不多 但是美麗街的名字 據稱以前不是叫美麗街的 以前叫做近西街 近西? 那些人聽到就像你們的反應一樣 所以後來要求改了名字 唯獨西真的差一點 為什麼它接近西方還是近西? 可能以往澳門教西的位置就是這裡走過去 外面已經是南環 那邊就是西環 或者是公教中心那些在這裡 西方文化是在這裡,是近西的 其實當時非常多的陽流 和一些社會名流都在這裡住 是嗎? 是啊 所以可能因為是這樣 所以這裡也被稱為近西街 即是西人比較多 不過這裡呢,其實 我多數來這裡找吃 都是走這條街 這裡很多東西吃 我知道 可能這裡的店舖對比 水坎美正街 或者荷蘭園正街 比較便宜 應該是 所以我很多時候在這條街 找些東西吃 都相對便宜一點 它的名字有幾好 現在叫美麗街 你自己心理上覺得很開心 在美麗街上面住 或者在這裡有店舖 是嗎? 咦? 我美麗街出生的 咦? 是嗎? 不呀,就是這樣說 美麗街出生的 美麗一點 我住在美麗街 那是否更便宜一點 都可以 所以它叫Pomosa 剛才你說的浦文 我想起很熟 是不是台灣的叫法呢? 是,沒錯 其實這個Pomosa 就是解釋美麗的意思 都是直譯過來的 為什麼跟台灣的英文名字 好像有點像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葡萄亞人擅長航海 他們在當時 周圍去的時候 看到一些美麗的地方 就叫做Pomosa 是嗎? 所以其實世界各地 都有叫做Pomosa的地方 我記得 好像在台灣 下面高雄那裡 有個叫美麗島 那樣站 美麗島那樣台灣 就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Pomosa 應該是 他們形容整個島很美麗 我記得Pomosa 以前小傳居 都是叫Pomosa 你知道嗎? 那我也不知道 Lok先改名叫Eskimo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你們太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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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摩了 之後就像Eskimo 類似的 我記得有這樣的印象 這條路真的有點窄 反而右邊這道路 我都覺得好像荒廢了很久 不是 好像說是 是不是教會 還是以前的學校 以前 其實有陪道中學 和東南中學 都在這裡辦過學 所以我記得好像是 差不多 那大概都是 這裡附近的位置 應該是 還有你看 也有些保留著 古色古香的感覺 這些窗 和我們以前 持有被裝修之前 都一樣 是嗎? 是啊 都是這種窗 我還沒促過持有這些窗 還沒促過 黃色的年代 黃色的年代 現在就變成石仔 石仔色 重新裝修 不知道去哪裡 咦?我們已經去到街尾了 街尾 外面出去就是南環 對面是大框斜巷 上去就是大框 那邊是匯豐 時代 其實這條街 都不是很遠 我們看到線頭 不過最近可能因為疫情 店舖就關了很多 如果要賺錢 就等到疫情過後 出了結果才來 沒錯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拜拜 好 好